金平梅第十五回 我是评书演员梁军 昨天咱们说到 西门庆冲打了潘金莲一顿 因为什么呀 因为潘金莲勾搭小肆 但是被潘金莲一顿花言巧语 遮掩了过去 西门庆啊 小了气 就在金莲房中喝酒 忽然间在眼打门 说前面无大旧 无二旧 妇伙伙计 女儿女婿 众亲戚 都来给您拜售来了 西门庆啊 这才撇了金莲 到前面陪带宾客 那个时候 尹伯爵谢西大众人 都送来了礼物 李贵姐家 也叫个小丫头啊 送来点礼儿 西门庆在前面 乱掌收人家礼物 发帖子请人 是不在话下 咱们再说孟与楼 打听潘金莲授辱 估摸着西门庆不在房里 瞒着李娇儿 孙雪娥 走来看望 见金莲睡在床上 就问 六姐 怎么回事啊 你告诉我呀 金莲满眼流泪哭道 三姐姐 你看到后面那两个小淫妇 今儿个背地里白挑不汗子 打了我这么一顿呢 我感到明天和这两个死淫妇 结的冤仇 比那大海还得深呢 孟与楼一听啊 就说 你说的也是啊 你们和他有仇 干嘛 把我的小丝给赶出去了 缺德不缺德呀 六姐 你甭烦恼 汉子 难道就不听俺们说句真话了 若他明儿个 不进我房来中便罢 但翻到我屋里来 我慢慢的劝他 金莲一听 多谢姐姐费心啊 一面叫春梅 看茶来吃 孟与楼坐着 说了会儿话 就回房去了 巧不巧啊 当天晚上 西门庆啊 因为 吴月娘的嫂子 吴大镜子来了 两个人呢 在一块睡 所以呢 西门庆就来到 孟与楼房中歇着 孟与楼得一个机会就说 哎哟 你可羞冤枉了六姐啊 六姐没这回事 都是日前李娇尔 孙学两个人呢 跟他有仇 平白的 拿我的小丝出气 你不问个青红皂白 把六姐冤屈了 这可不为难他了 我今儿敢替他发个事吧 若有此事 大娘有个先不说的 西门庆一听 点点头 说 我问春梅 他也是这样说 玉楼说 他今儿敢 在房中啊 生了气了 快去看看他去吧 西门庆说 我知道 我明儿个再去 今天晚上啊 我陪你 到了第二天 是西门庆的正生日 朝廷里周守备 下提醒 张团令 吴大舅许多官客 大家过来饮酒 西门庆又拿轿子 接了李贵姐 并两个唱曲的 唱了一天 李娇儿啊 见他侄女来 挺得意 引诈拜见了 吴月娘众人 李贵姐呢 就在上房里喝茶 有请潘金莲 出来相见 连使丫头叫了两遍 潘金莲赌气不出来 就推说心中不好 到了晚上 李贵姐啊 临回家去 拜祠月娘 月娘送了她一件 云尖笔点 罕金的首饰之类 同李娇儿送到大门口 李贵姐碍于情面 亲自啊 来到金莲的花园的脚门口 说 好歹也得拜拜五娘不来 潘金莲听见她来 叫春梅啊 把个脚门关的 跟铁筒一样 说了 娘吩咐 俺们可不敢开 这李贵姐 满面的含羞 是气恼而回 咱们单表西门庆 到晚上进入金莲房里来 潘金莲也云并不整 花蓉惨淡迎接进房 替西门庆脱衣解带 伺候查他 外加西雕水 百般的殷勤着 服侍着丈夫 到晚上 珍惜欢乐 屈身忍辱 无所不至 说 奴的哥哥 这一家谁疼你啊 那帮人都是 露水夫妻 挖不在家的货 唯有奴知道你的心 你知道奴的意 旁人见你这样疼奴 在奴的身边多了几天 都气不愤 背地里啊 烂交舌头 跟你面前挑拨呀 我的傻冤家 你想起什么了 众人家挑拨之际 把你心爱的人啊 给痛打了一顿 那么无情啊 常言说的好 家里打得团团转 野鸡打得 铁牵飞呀 你就把奴打死了 奴也死在这屋里呀 就拿前几天来说吧 你在妓院里 踢了在安几下子 落后回来 到上房里 大姐姐孟三都在跟前 我不就白说了一句吗 恐怕这粉头啊 把你身子啊 给糟蹋坏了 院中唱的 谁不爱钱呢 和你有什么人情 谁疼你呀 被那有心的人听见了 两个死东西 背成一团 算计来我 自古人害人不死 天害人才害死了 往后时间长了 你就明白了 只要你给奴啊 做个主就成了 几句话 把西门庆给窝盘住了 嘿 这天晚上和潘金莲水 淫欲无度 过了几天 西门庆久息不改 被老马 代安平安 两个跟随 又奔妓院中来 李贵姐正打扮着 陪客人坐着 听见西门庆来了 连忙走进房中 洗了农装 除了三环 倒在床上 盖上被子 睡了 西门庆来到 坐了半天 老妈呀 才出来 到了万福 让西门庆坐下 干嘛呀 给你点颜色看看 西门庆就问 哎 怎么回事 你们这事 这老妈就说了 哟 姐夫 怎么连日不来走走啊 呃 我家里呀 有点事 最近没来 啊 阿玛姐那天啊 打搅您了 西门庆说 呃 贵青那天 怎么不来走走啊 嗨 贵青那天不在家 被客人接到店里 这几天呢 还没回来呢 说了半天话 小丫头才拿了茶来 西门庆就问 哎 怎么不见贵姐呀 哎 姐夫还不知道呢 小孩家 不知咋的了 那天跟你们家生了气 回到家呀 就病了 这房门也不出 直到如今 姐夫你好狠心 也不过来看看景 西门庆说 真的 我并不知道 哎 他在哪边房里呀 我去看看呀 他在他自己的卧房里 睡着呢 西门庆慌忙令丫头掀帘子 走到贵姐房中 只见那粉头乌云散乱 粉面雍装 裹着被子坐在床上 面朝里边 见了西门庆 动都不动一下 西门庆说 哎 你那天来假 怎的不好 贵姐不答应 西门庆又问 你着了谁人的脑 你告诉我 问了半天 李贵姐方开言说 还有谁呀 哼 左右不过是你们家那五娘子呗 你们家中有那么出色的 迎欢卖窍的 哼 又来稀罕 俺们这样的淫妇做什么呀 阿玛随时妓女出身 翘起脚来 比什么梁家妇女 不高一点啊 我前个到你们家 又不是唱曲去了 送人情去了 大娘见我都挺亲热 送了我好多手持衣服 你说我要不见见五娘吧 又说俺妓女啊 不懂得规矩 闻说你们家有五娘子 请来拜见吧 她又不出来 临出门的时候 俺同俺姑 又辞她去 好啊 她叫个丫头 把房门这么一关 真的 狗眼不失敬重 西门庆说 嗨 你休怪她 那天呐 她不自在 她若好的时候 有个不出来见你的 这个淫妇啊 我好几次 因为她就像咬群的骡子一样 我也准备打她来 西门庆啊 刚说完 李贵姐回首啊 就像西门庆的脸啊 这么一扫 咻咻 没咻的歌 你舍得打她吗 你 怎么着 你还不知我的手段 除了俺家的大娘子 家中这几个老婆 我打起来 没有一个不打得哭的 打她二三十个马鞭子 那是轻的 好不好 头发的赶给她捡了 李贵姐一听 赶紧激她说 哼 俺见过砍头的 没见过吹牛的 一打巴掌揉三揉 谁看见你了 你若有本事 到家里拿把剪子 剪下她头发来 拿给我瞧 我放心你是真正的男子汉 西门庆说 那打招 你敢跟我打赌鸡掌吗 这么着 我和你鸡一百个掌 谁怕谁呀 当天晚上 西门庆在院中啊 歇了一宿 第二天黄昏的时候 辞别贵姐上马回家 李贵姐在门口说 哎 我说哥 你这一去 没这个物件 我看你呀 拿什么嘴脸 来见我 这李贵姐可真不是个东西啊 这不是诚心挑拨 人两口子打架吗 西门庆啊 被他这几句话 彻底激怒了 回到家里 已是酒醉 不往别的房里去 一直来到金莲屋中 金莲啊 见他喝多了酒 赶紧小心服饰 怕惹祸 一问他 酒饭都不吃 金莲就吩咐春梅啊 把床上的枕席擦没干净 带上门出去 西门庆就坐在床上 令潘金莲脱靴 潘金莲啊 不敢不脱 待了一会儿 脱了靴子 打发丈夫上床 西门庆就不睡 坐在一只枕头上 令潘金莲 把衣服脱光 在地上跪着 潘金莲吓得 捏了两把汗 又不知为了什么 就跪在地上 哭道 爹呀 爹爹 你偷给奴个灵力画吧 奴死了也甘心啊 别让奴提心吊胆的 赔这一千个小心 还偷不着你的心思 你拿着盾刀子来拒我 你叫弩受得了吗 西门庆骂道 贼妇 你要不把衣裳全过脱光 我就没好意了 春梅呀 马后有鞭子 给我取了来 春梅在外边偷听着 根本不进来 叫了半天 这才慢条丝里的 推开房门 进来来 看着金莲脱光了衣服 在平地上跪着 心里呀 就有几分不高兴 西门庆又叫了他几遍 哎 这春梅呀 就不动身 潘心莲赶紧回头说 春梅呀 奴子姐姐 你救我救救吧 他如今呢 又要打我了 西门庆对春梅说 小油嘴 你不要管他 只管帝马鞭子给我 我要打着淫妇 春梅一听 不然大怒 爹呀 你怎么这么不知羞啊 娘干错了什么事了 你听了那淫妇的屁话 平地里起风波 要几大娘啊 你还打算 让我和你一心一意的干呢 我告诉你 你这样的有眼的人 谁看得上你呀 甭怪我不搭理你 说着 拐上房门 走了 嘿 这下 把西门庆干在那了 这西门庆过了一会儿 自嘲的笑了 对金莲说 行了 我不打你 你上来 我管你要件东西 你给不给我呀 这金莲说 好亲戚 奴的一身的骨头肉都是你的 所以你要什么 奴啊 没有不一的 你想要什么呀 哼哼 我想要你顶上的一流好头发 金莲吓了一跳 好心肝啊 奴身上嘴电都给你也成啊 这剪头发 可是不一的 身体发布受之父母 不可乱用啊 你吓死奴了 奴出了奶娘抛 活了26岁 没干过这营生啊 最近我这头发掉了好多 可怜奴吧 啊 西门庆说 哎 你可别怪我脑 我说的 你就不答应吗 我不是不答应 我不答应你 我不答应谁呀 你谁对奴说 你要这头发干啥呀 呃 我想做网金 嗨 你要做网金 奴给你做吧 这头发 可千万别拿给淫妇 叫他震怒我 听见没 西门庆说 好 我不给人 我真的想做个网金 带头发用 金莲说 你既然要做网金 奴剪给你 当下潘金莲分开头发 西门庆拿着剪刀 按在潘金莲的头顶上 其真正剪下 一大了来 用纸包放在钱包里 潘金莲就是倒在西门庆怀中 哭说 奴凡事义你 愿你修挖的心肠 随你呀 跟任何人好 不要抛上了奴家 听见没有 你放心吧 到了第二天 西门庆起身 潘金莲打发他吃了早饭 这西门庆出的大门骑了马 一直来到鸡院里 李贵姐就问 你剪他的头发在哪呢 西门庆说 有 在此 尤打钱包那取出 递给贵姐 打开一看 嘿 很牛似的好头发呀 这李贵姐就乐了 当场把头发收在袖中 西门庆说 哎 行了啊 你看完了就还给我 他昨个 为了剪这头发 好不烦难 差点给我翻了脸 才容我剪下这一缕头发来 我哄他 说他要做个网金顶线 拿过来给你瞧 可见我不失信 李贵姐说 哟 什么稀罕的东西 瞧把你吓得那个样 等你加下 我还给你就是了 看来啊 你还是怕他 差不多 能给捡来 费了不少劲吧 西门庆说 哎 我哪是怕他呀 我怕你说我 说话不算数啊 李贵姐挺高兴 一面叫姐姐贵青 陪着西门庆喝酒 于是 自己可悄悄的 走回自己的卧房里 把潘金莲的头发 去在鞋底上 每天卡踹 诅咒潘金莲是不在话下 回到前边 又把这西门庆啊 给缠住了 连过了好几天是不放来家 潘金莲啊 自打头发剪下之后 觉得心中啊 非常的郁闷 每天房门不出 茶饭慵懒 吴月娘是小司啊 请了家中藏手的乌婆 留老婆子来看 给刘老太子一看 哟 这位五娘啊 招了点暗器 老了心中 不能回转 偶尔野心 饮食不尽 对不对啊 今天点火 刘老婆子一面打开药包 留了两碗黑碗的药 说晚上用姜汤喝了吧 另外啊 我明儿咋 把我老公叫来 替您老人家 相看相看 金碎流年 有没有灾 金莲说 咋咋 你们家老公 还会算命呢 嘿嘿 很串 谁只会算命啊,他虽是个盲人瞎子,倒有几个本事了,第一个,善于阴阳算命,给人家保财保命,第二个,会扎针灸看病,第三个嘛,可不敢乱说呀,三管替人家回败,盘子女儿说,怎么叫回败呀,老婆子诡异的一笑说, 比如说,父子不和,兄弟伯母,大妻子小老婆,你整我斗的,都叫俺老公啊,去说了,给他用镇物以安镇,化些浮水,他们一喝呀,不用三天,管叫他父子心热,兄弟和睦是妻妾不争啊, 若人家买卖做的不顺啊,田宅也不忘的,藏给人家开财门,发力士,又治病啊,又去阴宅,餐心败斗啊,都会,人家都管他叫刘李星 我跟您这么说吧,哎,也是一家的,新娶个媳妇啊,是个小户人家的女儿,手脚啊,有些不干净,常偷到婆婆家的东西,把娘家拿,丈夫知道了,经常打他,没事啊,就请俺老公替他回个被, 这小媳妇画了一道符,俺老公啊,给他烧了些灰,放在水缸底下埋着,何家大小啊,喝了缸里的水,嘿,眼看着媳妇偷东西,就当没看见一样啊,俺老公又拿了一件镇物,放在他枕头内,男子汗睡了那枕头,好像那手啊,就跟风度了似的,再也不打媳妇了,盘进来一听,哎呦,当场留心, 赶紧叫丫头,打发茶汤点心,给他留婆子吃,留婆子临走的时候,包了三千的药物钱,送给了他,另外又撑了五千银子,要买一些纸扎信物,你儿干早饭的时候,让留婆子的丈夫,那个叫留屋里兴的,来烧神纸,老婆子拿着钱,高高兴兴的,回了家去了,到了第二天,大清早晨, 留婆子领着这老瞎子,一时奔大门里再走,那天,西门庆啊,还院子里站着呢,看门的小思便问,哎,那瞎子,哪儿去,留婆子说,啊,今儿个到里边,替五娘捎个纸,哦,小思一听,即是替五娘捎纸,老刘啊,你领他进去吧,仔细看这狗,甭咬着,啊,哎, 这婆子领了话,一直来到金莲卧房的民间内,等了半天,潘金莲懒懒的才出来,留瞎子见了李,坐下,金莲啊,说了他自己的,生辰八字,这肥虾,用手捏了捏,算了算,说,哎呀,娘子,刚晨年,刚隐月,以害时,以丑时,出八日立春, 以叫正月算命,以子凭正论,娘子这八字,随古清奇,一生啊,不得夫心地,子女上有些妨碍,什么意思啊,就是啊,丈夫不一定爱你,而且你不能生男育女啊,以木生在正月间,你的身子还挺旺,只是啊,你的命中太大,能克夫啊,你克过两个人才好啊,金莲说,已经克过两个丈夫了, 那好,娘子这命中啊,休怪小人说,你啊,还是有些灾呀,我论起来啊,金碎流年假辰,岁韵病临,灾阳立炬,你命中啊,又犯了小人了,嗯,虽然不能把你杀了吧,但是,笔尖不合,有小人口舌,所以啊,你现在不得安宁啊,金莲一听啊,吓坏了,就说, 那累先生仔细用心,替我回备回备吧,我这里,有一两银子谢先生,买一盏茶吃,不求别的,只愿小人栽退,夫主敬爱就成啊, 一面回转房中,拨了两件手势,递给这贼瞎子,贼瞎子一摸着钱,赶紧收到袖中,说,既要小人的回备,用利用木一块,可两个男女人行,写着娘子,夫主的生辰八代,用七七四十九根红线,扎在一处,上用红纱一片,蒙在男子眼中,用艾草 塞在他的心上,用钉子钉他的手,下面用胶水啊,粘上他的脚,暗暗的,埋在他睡的枕头内,用朱砂,舒服一道烧灰,暗暗的,搅在茶内, 若是你丈夫喝了茶,晚上睡了枕头,不过三日,自然有宴,潘金莲一听说,那请问先生,您这话,是怎么说的呀? 雷下道,好叫娘子得知啊,用沙蒙眼,丈夫看见你似西施娇艳,用爱塞心,使他用心啊,爱到你,用钉子钉手,使你怎样不是,他不敢动手打你,用胶水粘他的脚嘛,使他不去寄院了,潘金莲一听这鬼话,满心的欢喜啊,当下被了香烛纸马,替着妇人烧了纸,到了第二天, 留佩的送了浮水,到了晚上,潘金莲如法安排停荡,江府烧灰,炖下好茶,担等西门庆回家